近日,网上疯传一组吴磊赵露斯夫妇在机场后机被偷拍的照片,引起广大粉丝的关注。 原来,这对夫妇正前往国外度假,享受美好时光,从照片中可以看出,他们似乎正处于一段幸福的时期,让粉丝们猜测好事即将降临。 吴磊赵露斯夫妇一直以来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不仅在职业生涯上有着杰出的成就,还在婚姻生活中用他们的爱情故事感激着无数人,作为公众人物,他们时常面对媒体的关注,但他们依然保持低调,尽量将个人隐私保护得很好。 这次度假并没让人太意外,毕竟,吴磊赵露斯夫妇一直以来都非常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他们用自己的努力为我们上演这一场场华丽的舞台剧,同时也用自己真挚的情感感染了观众,所以,这次度假不仅是为了疲劳的身心找个机会放松,也是对彼此爱情的再次升华。 一个真正的幸福时刻,度假是一种投资,是对自己精神世界的滋养,更是对家庭关系的巩固,吴磊赵露斯夫妇的这次度假,不仅代表着他们对彼此爱情的坚守,更是对家庭幸福的重视。 在繁忙的工作中,夫妻二人选择共同度过这段快乐时光,不仅让彼此更加了解,信任,还能够增进感情,为未来的日子打下更坚实的基石。 度假的选择也反映了吴磊赵露斯夫妇的品味和追求,他们选择国外旅行,不仅是为了亲身感受不同国家的文化与风景,更是为了拓宽自己的视野,增长见识。 对于吴磊赵露斯夫妇来说,度假不只是享受美食和风景,更是一次互相学习与成长的机会,为了确保度假的私密性,吴磊赵露斯夫妇选择了一个远离喧嚣和繁忙的地点。 他们租下了一个豪华别墅,周围环绕着美丽的自然景观,让他们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和宁静,在这个度假圣地,他们可以散步在郁郁葱葱的花园中,享受大自然的芬芳和和煦的阳光。 他们还可以在私人泳池中畅游,疏解身心的疲劳,除了放松身心,吴磊赵露斯夫妇也非常注重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 他们在度假期间安排了一些特别的活动,例如一起尝试当地的美食,一同参观名胜古迹,散步在沙滩上等,这些活动不仅让他们更加了解对方的兴趣和喜好,也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尽管吴磊赵露斯夫妇度假的消息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的一系列讨论,但他们并没有过多关注这些外界的声音,他们将重心放在彼此和家庭之上。 享受这段难得的假期时光,他们相信只有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家庭的和谐,才能够给粉丝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精彩的表演。 度假虽然只是短暂的时间,但吴磊赵露斯夫妇把他看作是给自己充电和回归本真的机会,他们明白,只有通过个人的成长和涵养,他们才能够在事业上取得更多的突破和创造更加出色的作品。 因此,度假对于他们来说更像是一次人生的洗礼和自我提升的旅程。 度假的最后一天,吴磊赵露斯夫妇在心满意足地享受完美的度假之后,携手返回了家中。 他们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动力,准备继续为观众们带来优秀的剧作和表演。 他们深知,只有通过不断努力和锻炼,才能够继续保持专业的状态和艺术的创造力。 除了夫妻二人的幸福,粉丝们也为他们的度假充满了期待。 近年来,吴磊赵露斯夫妇凭借着高质量的作品和专业的态度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他们的每一部作品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和观赏感受。 这次度假不仅是对自己的奖励,也是对粉丝的一份回报。 他们相信,吴磊赵露斯夫妇度假时的快乐,一定能够通过粉丝们的支持传达到更多的人心中。 度假无论长短,都是为了放松身心。 重新找回内心的平衡和快乐,吴磊赵露斯夫妇的度假正是这样的目的。 他们不仅可以享受到美好的风景和体验不同的文化,更可以在这段快乐时光中找到更多的灵感与动力。 这样的度假不仅是对自己的奖励,也能让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加出色。 通过这次度假,吴磊赵露斯夫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是如何通过度假来增进感情,放松身心的。 他们的快乐时光也让我们更加向往自己的理想生活。 毕竟,只有在拥有一颗平衡与快乐之心的时候,才能够更好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事业。 让我们一起为吴磊赵露斯夫妇度过美好的假期而高兴,期待他们再次给我们带来优秀的作品与精彩的表现。 这位吴磊小朋友,他是真正意义上彻彻底底从童年时期开始就在镜头下,从广告开始就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天才演员。 吴磊从幼时起便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 然而,天生的可爱灵动使他在娱乐界占有一席之地。 自三岁起,他已经参与了数十个不同类型的广告拍摄,无论汽车广告,还是食品广告。 这个年轻男孩总是以其匠心独运的笑容,成为广告画面中的焦点。 记忆犹新的是在吴磊五岁那年,他鼓足勇气跟随哥哥参加了一次选拔比赛。 这次比赛吸引到了著名导演青木的注意,吴磊凭借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赢得了神话巨制电影风神榜中小角色的演出机会。 这无疑是开吴吴磊影视事业大门的钥匙,他从那时起夺目登场,先是出演了电视剧《杨家将》,接着参与了诸多诸如淘气包马小跳之类的热门影视作品。 他勇于尝试各种角色,尽管大多数都是活泼顽皮的儿童形象,但他帅气可爱的形象瞬间捕获了观众们的眼球。 令人瞩目的是,当吴磊十五岁之时,他的名气已如日中天,甚至中国观众还赋予了他胡歌接班人的美誉。 这并非无稽之谈,两人长相,惊人相似,从孩提时代就步入演艺圈开始努力,从担任配角到主演。 这一切诡计都展示了他们和观众深厚的情感纽带,一味小小的童星。 正如此在公众密切关注之中,茁壮成长,已逐渐在影视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2018年以来,吴磊以主演的身份与蔡永泉共同倾力打造的古装大戏《沙海热播》,这堪称是他最近几年作品中戏份最多的一部。 在这部剧中,吴磊扮演的《血手》可谓是演技巅峰的挑战,这是对吴磊演技实力最大的肯定,需要他亲自驾驭一个复杂的剧情,需要显示出一个练舞高手内心的深沉感情。 为了完美演绎这个角色,吴磊依然决然投身于为期四个月的动作特训,不仅饮食方面极为克制,更是锻造成一位拥有健硕体魄的演员。 然而,对于吴磊以及广大观众来说,这部原本应该为他全是无可争议的男主之美的作品,却在最后关头被一位女配角抢走了所有的光彩。 自该剧播出之后,诸多观众惊讶地发现,由张明恩饰演的那位女性配角张日珊的戏份竟然比饰演男主角《血手》的戏份还要多出数倍,占据了整部剧集的三分之一以上。 这种现象在过往电视剧创作中实属罕见。经过随后的曝光,我们得以知道,原来制片人恰恰是张明恩的老师,长期以来不断在剧组内部为这位得意门声的表演创作空间。 作为当下备受瞩目的年轻演员,尽管吴磊心中或许有些不满,但仍然努力在对外表现上维持风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他始终对这部剧和张明恩的出色表演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吴磊并未过分纠结于此事,依然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诠释得如此细腻动人。 正是由于拥有这种令人钦佩的敬业精神和深厚的表演功底,无论是观众还是业界人士都对他给予了高度好评。 2020年,吴磊参与拍摄了一部名为《穿越火线》的网络剧,这是他首次挑战动作主题的作品,然而就在剧开拍的前一周,剧组竟突然宣布停止拍摄。 原因是,投资方出现了问题,此事给吴磊带来了莫大的困扰,他开始担忧这部作品是否会无疾而终,然而,更为糟糕的情况还在后面。 据知情人士在微博上透露,某知名视频网站的高层公开宣称,他们将永远不再与吴磊合作。 一开始听到这些传言,吴磊并未太在意,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网友发现,在《穿越火线》再次发布预告片之际, 吴磊的名字已不见踪影,紧随其后,吴磊原本正在积极适应角色的新剧张公案也发生了意外变故, 他原本担任男主角的位置被替换,不得不默默退出剧组, 媒体的各种猜测纷至踏来的同时,有媒体曝光了更多的内幕, 即腾讯高层的闺蜜圈子中流传的关于吴磊的负面谣言。 而这被视为他被封杀的主要诱因,谁又能预测呢? 究竟还有多少才华横溢,专业精神充沛的演员,如同吴磊一样, 在事业巅峰之际突然遭到如此沉重的打击。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正是因为他们的不遇之灾, 导致这个行业的诸多弊病日益恶化,难以为继,吴磊的经历, 犹如一面无情的镜子,清晰地映射出影视圈内在的生态失调, 在此竞争环境中,即使是最基础的法则与公正性亦无法得到充分保障, 演员的命运被投资人以及庞大利益集团紧紧握在手中。 尽管如此,我们仍应该看到,正是因为存有众多像吴磊这样全身心投入, 对艺术充满热爱的演员在前台坚守,才使得这个领域上有所生机。 倘若每位艺人皆沉迷于名与力的追逐,为留下利益团体间你争我夺的纷扰, 那么,整个演艺界必将走向衰亡。 因此,我们对于吴磊所遭受的不公待遇深感同情, 并忠心祝愿他能够坚韧不拔,振作精神,重新踏上新的征程, 本次的困境,并非标志着这位杰出演员将会就此消失在荧幕前, 我们坚信,凭借其对表演艺术滋滋不倦的热忱。 吴磊必定能在未来短暂的时间内再次出现在广大观众的视线之中。